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个人的需求摆在明面上 男人如此藏着掖着 又怎么可能在感情里得到满足呢 人都是有需求的 不管你是想得到女人的关注 还是想要彻底套牢一个女人 你都不必刻意隐藏 你要知道 隐藏自己的需求非但不会让你如常遗愿 还会因此而错过良机 既然爱那就大大方方去爱 既然想要得到更多的爱 那就持之以恒去努力 也许过程很艰辛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你都不能放弃 你要相信女人不可能对你的爱无动于衷 只要你做得够好 她的荷尔蒙就会不自觉地飙升起来 荷尔蒙的飙升会给女人带去极大的冲击 让她变得不顾一切起来 到那时别说是爱了 你就是想要得到女人的一切 她也会毫无保留地给你 所以你若想从女人那里得到需求上的满足 就应该想办法刺激她的荷尔蒙 不要觉得这有多么困难 其实能让女人荷尔蒙飙升是这三个举动 一 危难时的挺身而出 在女人眼里 最难让她荷尔蒙飙升的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在危难关头 男人的挺身而出 每个女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都希望自己遇到危险时 男人能够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帮他守护他 男人的这个举动 不仅可以体现自身的能力 也可以给女人的内心带去极大的冲击 让他对你产生倾慕和崇拜 女人对男人的爱 只有在带有崇拜的情况下 才能一直存在 长久不变 所以 如果你想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想让女人更爱你的话 就应该在危难时候挺身而出 你要知道 你的挺身而出 会给她带去空前的安全感 让她感到安心与幸福 在安心感与幸福感的双重包裹下 女人会更依赖你 也会更爱你 二 相处时的肢体触碰 男女之间的肢体触碰 很容易就让女人小路乱撞 尤其是在她对你有好感的情况下 你时不时地碰她一下 会让她荷尔蒙飙升 很多女人其实都是表面上 看起来汗羞内敛 内心里热情奔放的 你要想看到她奔放的一面 就需要找到打开她心门的钥匙 这个钥匙不难找 轻轻碰她一下就行了 有了你的主动触碰 女人会更加确定你的心意 从而对你敞开心扉 不过男人也要注意 虽然肢体触碰能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但也不能随便触碰 如果你过于随便 只会让女人觉得你不尊重她 并不会让她荷尔蒙飙升 想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你可以假装不小心地碰碰她的手 或者摸摸她的头 这些触碰不算特别过分 但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在感情里主动一点没什么不好 主动去触碰一下女人 很容易让她荷尔蒙飙升 别不信 对于肉麻的情话 女人虽然不怎么会相信 但是在听到的时候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的 所以如果你想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就请在聊天沟通时 对她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在聊天的过程中加入一下情话 可能会显得比较突兀 但只要你掌握好时机 情话就会成为你的助攻 帮助你更快地得到女人的心 可能你会问什么样的时机才算好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们一直在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 但你突然说句情话 那就不合时宜了 说情话是要掌握时机的 最好的时机就是在女人感到无助 需要关怀的时候 只要你能把握住好的持机 你的情话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从而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希望你能早日明白 能让女人荷尔蒙飙升的是 聊天时的情话的攻击 情感觊规 女人会爱一个男人到何种程度 在于男人能不能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荷尔蒙影响着女人的判断 左右着女人的选择 在荷尔蒙飙升的情况下 女人的爱也会毫无保留的释放出来 你若想得到女人全部的爱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刺激她的荷尔蒙 让她的荷尔蒙因你而飙升 刺激女人荷尔蒙的办法有很多 为男时的挺身而出 相处时的肢体触碰 交流时的情话攻击 都是不错的选择 事实证明能让女人荷尔蒙飙升的 恰恰就是这三个举动 如果你想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不妨试试这三个举动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